2019年4月27号,这天是静一丹的65岁生日 家人为她做了一碗长寿面 就在她吃完长寿面后,她的母亲竟当面离世 生日便忌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静一丹和母亲之间的弯弯绕绕 静一丹出生在黑龙江 是一个地道的东北姑娘 骨子里就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父亲是一名检察官 她的母亲则是一名公安人员 大家一定觉得她的家庭条件很不错 其实并不是这样 静一丹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 父母挣的钱要养四个孩子 所以在家庭条件里只能算一般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家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老旧的收音机 当收音机里传出充满雌性的声音时 她就会兴奋不已 那时的她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播音猛 高中毕业后 静一丹正好赶上上山下乡 她加入到了劳动人民群体的队伍 成为了一名知青 对于静一丹来说 知青生活不是灰暗的 而是五彩缤纷的 她和二十多个女孩挤在一个小屋里 时不时就会听见一声尖叫 蛇 蛇 蛇是他们那里的常客 清河林业区一个新开发的邻居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她每天上山伐树搬木头 运木头的小路蜿蜒曲折 不仅要修路盖房 他们还要负责种菜 一干就是一整天 晚上回到知青点 那里没有电也没有广播报纸 她只能每天点着煤油灯 看看书写写字 因为日子太过枯燥 村里打算建一个广播站 建一丹长相端庄 嗓音甜美 在众人的呼吁下成为一名广播员 在这期间 静一丹并没有放弃学习 她十分渴望大学的院校 终于有一天 中国恢复了高考 她抓住机会 成功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 静一丹大学毕业之后 还留校读研了 之后成功进入央视 做了一名主持人 在央视期间 静一丹受到了领导们的高度重视 央视为她量身打造了节目 一丹话题 真正让她名声大造的 是她主持的焦点访谈 稳健的台风 侃侃而谈的睿智 都足以证明 她天生就是当主持人的料 工作顺风顺水的她 在感情上也是非常幸福 她与丈夫相识于校园 彼此欣赏 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婚后的生活幸福美满 不久后 静一丹就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当她自己成为一名母亲时 才明白做母亲的不容易 因为静一丹常年在北京工作 所以将母亲接到了身边方便照顾 她的母亲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 不仅严肃 还有些霸道 说话做事 从来都是说一不二 母亲从小就对她十分严厉 所以小时候的静一丹 和母亲的关系并不好 直到母亲退休后 才渐渐转变了之前 雷厉风行的态度 两人关系逐渐缓和 离开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单位后 母亲整个人都有些忧郁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唯一喜欢的就是唱歌 在一次陪母亲散步的时候 母亲看见公园湖边 围着一群人在唱歌 这一下勾起了母亲的回忆 一旁的静一丹看在眼里 为了让母亲开心 她特意请来了专业的录音师 为母亲录歌 静一丹的举动 让母亲觉得非常温暖 在她的陪伴下 母亲的老年生活十分安逸 一家人生活得十分幸福 没想到 这份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 2018年 静一丹的母亲 因为咳嗽不止 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 是肺部感染 引起的心肌梗死 在静一丹的精心照顾下 母亲才逐渐恢复健康 但谁也没想到 刚出院不久的母亲 就再次入院 这次是肺癌晚期 时日无多 静一丹心里的防线 一下子就崩塌了 她气不成声 坚持要为母亲治疗 母亲住院后 身体就每况愈下 身上插着十几个管子 每天只能吃流食 一次只能喂一点点 原本健硕的母亲 被病魔折磨得受苦临循 躺在病床上 奄奄一息 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对她说 帮我拔掉氧气罐 或者让我安乐死 让我解脱吧 静一丹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 陷入了人间难的境地 她泪流满面地说 妈 这不是身为女儿该做的事 如果我这么做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 对此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做儿女的 怎么能亲手 结束母亲的生命呢 在静一丹六十四岁生日时 她和弟弟一同来到医院 陪同母亲 弟弟特意给静一丹 煮了一碗长寿面 静一丹从弟弟手中 接过长寿面 两人苦涩一笑 在这个沉重的病房里 就连微笑都是沉重的 静一丹看着病床前的母亲 含泪吃完了这碗长寿面 没过几个小时 母亲因为心脏衰竭 永远地离开了她 在那以后 静一丹就不再过生日了 因为每次生日 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母亲去世后 静一丹始终无法 走出那段阴影 为了纪念母亲 她出版了书籍 《床前明月光》 以此来寄托对母亲的想念 如今的静一丹 已经六十五岁了 母亲离世后 她通透了很多 她从母亲身上 获得了许多人生感悟 她相信自己的生活 也该像母亲那样精彩 就像母亲所说的 八十岁也是女人 静一丹不仅在 多所大学担任教授 还深入基层 到偏远山区之教 推进自己的公益项目 她一点也不像 六十多岁的中年老妇女 眉宇之间充满了智慧和优雅 没有于智慧和优雅 索据